眼花 無論是稻奇還是國民隊 所有球員身上的球衣都是四十二號 連投手球上都有數字四十二號的紀念標誌 四月十五日是大聯盟捷姬羅賓森紀念日 他是大聯盟第一位非裔球員 象徵打破了五十多年的種族隔離 打破種族和膚色的限制 可說是非裔美國運動員的開拓者 他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 隨著布魯克林稻奇隊首次亮相大聯盟 當時被評為年度最佳新秀 也是球隊歷史上最頂尖的球員之一 這場比賽是稻奇對上華盛頓國民隊 儘管大股全場三打數一安打 貢獻兩分一道壘 還是敵不過國民前六局二轟 奪下六分 稻奇最終以四比六輸給國民隊 近無戰中吞下四百